大家早安 現在早上大概八點多 就很早 然後今天是我們要安裝充電裝的日子 就是我們是9月中和做交車的 然後那時候才做廠勘 所以就是等到充電裝已經是三週後的事情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有交車的話 就是可以提早預約一下充電裝的時間 就跟你交車時間可能是差不多前後兩天的時間 這樣會比較好可以先廠勘一下 就不用等那麼久 像我最近都去台帽的操縱站 雖然那邊排隊還好 晚上去的話幾乎不用排隊 但是如果是在接縫時間上排隊要排很久 而且車道很難進去 但是還是覺得去操縱站 覺得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如果可以自己充電裝是最好的 然後像我們社區 因為每一戶的充電盤 它都是接到我們的個體住戶那邊去了 所以在我們社區的報價是很便宜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看很多人報價就是三五萬以上 甚至有更貴的 因為要看線材拉多長 然後還有什麼獨立電錶什麼 挖哥的一大堆 像我們是因為 直接拉到住戶 電錶結合了 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電錶費用 我們報了只有兩個費用 一個是安裝費用八千五固定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線材費用 我也是報了三十公尺的線材 所以我加起來才兩萬出 就結束了 就沒了 就沒有錢要報價 就蠻便宜的 現在很多設備套 就是要拉很長的線 或者是還要做獨立電錶等等 報價通常會比較高一點 甚至是很難安裝 或是不能安裝 其實那個都是有辦法解決的 只是看社區要怎麼去做處理 這跟官微會不會有關係 那我們今天就是安裝充電裝 我就順便記錄一下 現在在做測試拉線的部分 因為我們之前就已經常看過了 這是我們社區B2的充電盤 然後這個充電盤是直接接到 我們每一個住戶裡面的 所以就是很方便接線 所以我們在報價的時候 會便宜蠻多的 我們當初社區都有留好那個管線 就是水線可以直接拉 然後穿到 像這邊是B2 可以到B3然後可以直接穿透 我們現在剛把線做好整合 然後現在看到這條黑線就是 我們家社區要拉的長度 就是從大概這裡到這裡 差不多30米左右 跟當初估算的差不多 所以其實等一下只要把這個線 再穿過去 然後從這邊拉上去之後 再裝好充電裝 還有我另外要裝一個便電箱 裝插座 然後就可以使用了 現在正在做拉線的動作 然後會從這邊拉 然後已經剩一小段了 快要拉完了 我們線管器已經留得算錯了 但是實際上就是 會拉得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等這個最後完工完 然後等 接上電筒再跟大家介紹最後的收尾囉 好在歷經那個五個小時之後 就是充電裝都會全部安裝完了 其實這個五個小時 就是主要耗的時間是在 弄這邊 然後線材的部分其實還蠻快的 對 因為我們這個牆的結構體是比較薄的 所以那時候在想說怎麼固定 或是要怎麼拉線 所以想了一下 然後弄了久一點 那大概四五個小時完成這個充電裝的安裝 我現在正在充電中 因為其實剛好 電力也是十幾%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 如果要從十幾%充到 一百的話 大約需要 十四五小時左右 所以剛好到我明天出門前沒有問題 對 因為我明天其實剛好要跑長途 所以我把它今天要充到一百 這是我們的車子 白色的 然後之後Model S 因為我已經交車一個月了 其實我在等這個充電裝裝完之後 然後再一併跟大家做 簡單的心得分享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充電裝的安裝 因為我跟廠商討論之後 真的把線就長得還蠻好的 好我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呢 就是充電裝的線會從上面出來 對 然後我們因為是充電裝內部 然後洗一個洞到那個後面去 因為後面是有空間的 所以就是完美的長線 就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線露在外面 然後這邊是可以去後面的 然後我把電箱坐在後面牆上 然後有做一個總開關在後面 然後一個插座 那這個插座我之後 會接一個電力巧接器在後面 然後讓我家的Wi-Fi看能不能通下來 然後就是 因為我看網路上有人這樣做是成功的 那我也想要來試試看 如果成功的話 那邊就有Wi-Fi 那我就可以讓我的車子 去吃那邊Wi-Fi做更新 或是其他連線 因為像地下室的那個訊號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這樣子車子連線就完全不會有問題 對 這是我的大藍圖 那之後我會再試試看 好那今天充電裝安裝就到這邊啦 那就是我之後會再分享更多特斯拉的心得 以及Model 3跟Model X開起來的心得差異是什麼 那我不是拍電影的阿燦哥 下次再見囉 掰掰